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贤是贤惠的贤 冰是冰客的冰 极贤冰 说到极贤冰这个曲牌呢 如果是长期收听不只是昆曲的朋友 应该对这个曲牌不陌生 是的 我们最常听到的经典极贤冰 就是牡丹亭《离魂》里面这段杜丽娘的唱段 《离魂》里面这段杜丽娘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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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有 哦吧茶 啊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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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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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梦》则是《烂柯山》 也就是《朱买成休期》里的一辙 演的是中年大婶崔氏 这两个人物可以说反差非常大 一个是追求爱情青春细腻的少女 一个是在现实压力下 务实强悍的欧巴桑 虽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 但是都被张老师演绎得分毫不差 精准到位 可见张老师绝对是一个硬底子演员 而不是一个本色演员 什么是本色演员呢 就是指奔演的角色人物 大部分都接近于演员本人的形态和个性特点 比方说找一个高中生去演一个高中生 他根本不用演 就已经达到基本要求了 所以像这类的演员 我们称为本色演员 但是如果这个演员得从一个高中生 演到中年或甚至到老年 那他呢就不能只是一个本色演员了 而是需要强而有力的演技作为后盾 在戏曲里面呢 尤其是昆曲的龟门蛋演员 只要唱的不要荒腔走板 身段不要出格 如果身材面貌较好 扮相出众 观众往往容易被演员的外貌所吸引 甚至于是迷惑 但是说实在的 这类的演员如果不努力 那吃的就只是青春饭了 对于人物的演绎就显得肤浅 仅仅流于表面的美 一旦青春不在 恐怕就失去了舞台的魅力了 张继琴老师并不是一个 在外貌上特别出众的昆曲演员 但是他所诠释的杜丽娘 没有人说他不美的 因为他的美不是虚伏的外表 而是结合深情 精湛的演唱 优美的身段 准确的情绪 表演 一平一笑等等 给观众一个活生生的杜丽娘 是那样的含蓄 却又那样的义无反顾 曾经听一位老师说过 他说啊 张继琴老师在排练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很普通 但是一上台 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这让我想到 张老师许久以前来台湾 演出牡丹亭的时候 我刚好也在后台 看到张老师呢 办好戏 走到大幕边静静等待 我想呢 何老师呢也是认识的 就对张老师 微微笑 算是打个招呼吧 谁知道 张老师 就像是一个 另一个人似的 完全静默 仿佛与外界隔绝一般 当时啊 我吓了一大跳 但后来我想想 这或许呢 就是张老师 为什么能成功的原因之一了 他是那么早 就让他自己 身心准备好 进入角色里面 而不是浮浮躁躁的上场 他让自己 拿掉张继青 成为杜丽娘 而不是矫情的 假装成一个 离自己很遥远的杜丽娘 记得前一阵子 和一个昆虫朋友聊天 交换唱曲心得 他当时啊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他说啊 为什么有时候 听有些人唱曲子 总是觉得 不那么动人呢 或许有人会说 啊 这个人没感情 但事实上 在现实生活中 他绝对不是 没有情感的人 那答案会是什么呢 我当时啊 也没立刻想出答案 回家后思索了半天 给了自己 四个字的答案 就是 允许崩溃 大家可能 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想说的是啊 我们演唱的曲子 那都是戏剧中的人物 这些人物 都有强烈的情感 当你演唱 这些曲子的时候 等于是剧中人物 在传达这些情绪 如果你不能允许自己 像剧中人物那样崩溃 又如何能传达出 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呢 后来啊 我正巧看到了 纳塔利波曼主演的电影 黑天鹅 里面有一段对话 似乎呼应了我的答案 黑天鹅这部电影 讲的是女主角妮娜 要争取天鹅皇后 一人得要试验两脚 白天鹅和黑天鹅 舞团总监Thomas认为啊 Lina只适合演白天鹅 因为Lina美丽脆弱 就像白天鹅 但却没办法扮演黑天鹅 因为Lina跳舞的时候 太在意技术 而没有 Lose Yourself 字幕翻成 真情流露 Lose Yourself 弄丢自己 或者翻得文雅一点 忘我 但不管是忘我 还是弄丢自己 或真情流露 达到这样的状态 才能和饰演的人物 一样崩溃吧 他还说 完美不只是掌控 同时也包含放手 也就是要豁出去 当然 想要诠释好一个人物 技巧的纯熟 是基本的要求 但最后的忘我 才是最高境界 刚刚所听到的吉贤兵 是杜丽娘 在病得很重的时候 所唱的曲子 因此 演唱的声音呢 要悠悠地出来 所以当年江苏省昆去院 在制作张老师的 牡丹亭的时候 在吉贤兵的音乐部分 舍弃了昆去惯用的 伴奏乐器笛子 而使用了销 来烘托出哀妻的气氛 虽然这段吉贤兵 一开始不能唱得很响 但是声音的张力 却是不可缺少的 尤其是他的长拍多 却不能靠蛮力冲 而得用气托住 把声音徐徐地送出去 外表看起来像棉花般柔柔的 内在却得要有一股劲头 不能猛烈过头 又不能真的气若犹斯 或是唱得很塌 这就是这支曲子 不太容易掌握的 好的原因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一支 今生唱的吉贤兵 西楼记的玩间 西楼记呢 是一出标准的小生小淡的偶像剧 是明末清出的传奇作品 作者是袁于令 演的是书生于娟 也就是于淑叶 和歌迹木素辉的爱情故事 有人说啊 这出传奇是袁于令写自己的故事 因为袁于令自己就曾经因为和人争夺一个妓女 把他爸爸给惹恼了 而且男主角于娟这两个字切音出来 于安元就是袁于令的元这个字 而玩间呢 是一出今生的独角戏 是因为相思病而病重的余淑叶 为了撕虐木素辉 所以独自一人把玩素辉送他的花间 这段极贤兵的唱词是这样的 直到筹谋病鬼 朝露娟 奈依旧缠绵 只剩虚虚一线传 镇黄昏 雾首无言 看风帘自卷 灯火暗 寂寥书院 月见转 想照到 其窗人面 这道 吹梦 冰鬼 朝露娟 啊 乃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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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啊 啊 啊 迷 迷 迷 日 山 续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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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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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 完 із 湿 哎 哎 longo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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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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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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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 我愛心了 我愛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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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朝一朝 一朝一朝 神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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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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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为您所播放的 是由江苏省昆剧院 石小梅老师所演唱 《稀漏记》 《丸间的极闲冰》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的是由郑旦所演唱的极贤兵 就是慈悲怨的任子 任子之前呢有一出叫撇子 讲的故事是陈光蕊夫妻坐船赴任 结果遇到水贼刘洪把陈光蕊推入江中 而且还要强占陈光蕊老婆殷氏为妻 殷氏当时怀有身孕 央求生闻孩子之后再来行亲事 刘洪逼殷氏把生下的孩子丢到江心 否则要把母子二人给杀了 殷氏只好来到江边 把孩子放在一个木盒子里 附上写书一封 然后放入江中江而撇下 所以叫撇子 而任子呢则是时间跳到殷氏撇子18年后 殷氏的儿子江流儿被金山寺住持 丹霞禅师所救 剃度出家 取名玄壮 长到18岁 带着写书来到洪州 寻找母亲殷氏 最后终于母子团圆 为您播放的版本 由江苏省昆剧院张继青老师所演唱 银霞禅师所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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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师所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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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р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 满 满 踩 爱不人生 爱不人生 我都爱你 在是天龙门的山谷 长色起着彼虎 我悲悲从事 喜把苏为生 猫羞明日 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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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Bonjou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下次如果遇到你熟悉的曲牌名称 却不是你常听的旋律 南曲变北曲或是北曲变南曲 那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 好的 再来听听另一支北曲的极弦兵 由老生这个行当来演唱长生殿的酒楼 我想大家对长生殿的故事都十分熟悉 讲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 酒楼是长生殿的第十出 主角则是唐代中兴名将郭子怡 他因为未得官职在长安市的酒楼里喝酒 看见墙上所提的诗很有感触 正好外妻杨国庄兄妹等人心居落成 官员们都前去祝贺 宠臣安禄山封王下朝 也很招摇地从酒楼前经过 郭子怡建国之江乱 感慨万千 发誓要为国效力 这是一出老生的唱功戏 吉贤兵就是郭子怡出场后 所唱的第一支曲子 伦丹安禄山封王下朝 吉贤典与曼山叶要为国庄 吉贤典与叶旨 高近江天天光 吉贤典与叶旨 摸与贤典与叶旨 吉贤典与叶旨 堂堂见寻言 有水尘不上战 安慕不得望下湖 无法安雄人总很舍去 尘不上战 几回家阿天这日起身孤 也不想不来 风上陈旭 现代国许云彼 滨垂与照 古城边天心思 滨垂与照 滨垂与照 搇滨的 滨垂与照 听起来很不一样呢 除了南曲的音阶没有半音 而北曲有发和息的半音之外 南曲的特点就是一字多腔 曲调抒情柔美婉转动人 而北曲则是字多腔少 字密而少脱腔 曲调高亢激昂慷慨朴实 所以听起来很带劲很过瘾 还有一些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支曲牌 一江风 一是一二三的一 江呢是大江南北的江 风是风与雷电的风 一江风这个曲牌呢 一般是单用一支 也有连用两支以至于三支的 都是用在一折戏的开头 或紧接在影子后面 使在剧情上起一种过渡到主要场面的作用 我先念一下这段唱词 您来猜猜看 这是哪一出戏的一江风 小春香一种在人奴上 画个力从胶养 试娘行 弄粉条珠 贴脆点花 灌向装台棒 陪她礼绣床 陪她礼绣床 又随她烧夜香 小苗条吃的是夫人杖 这是牡丹亭的学堂 贴蛋小春香出场时 所演唱的一江风 一开口就点名了 小春香 您猜到了吗 小春香 您猜猜在山海 沙漠沙漠玻璃 你從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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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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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夜雨 帖丝 FY年火 快笑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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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啊 在笑 笑 喵 喵 城地 师傅 吾 吾 吾 善 善 好可爱的小贴蛋啊 刚刚为您所选拨的版本是浙江昆剧团唐运兰老师所演唱《牡丹亭学堂的一江峰》 不同的曲牌有它的生情 有性格 有的适合欢乐的 有的适合悲哀的 或是忧怨的 有的适合肃情的 或是邪警的 那一江峰的声腔被称为飘逸郎爽 婉转动听 适合用在邪警抒情 悲喜情绪也都能适应 刚刚听过可爱小春香的一江峰是贴蛋所唱 现在再来听一段今生的一江峰 虽然呢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书生 但是啊 他在唱这段一江峰的时候 内心应该不是那么欣喜才是 西楼记 拆书这一则里 于熟夜一出场 就唱了一段一江峰 来表达自己心情与状态 一阑山 几度荒茶饭 坐起为长探 即西楼 幻转生生 拂病而歌 碎把红丝碗 蓝桥指尺间 蓝桥指尺间 谁知风浪翻 哎 长颜好事多磨难 一来山 几度荒茶饭 啊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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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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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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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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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山 山 山 Down 山 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桥之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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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来听一段老旦的一江峰吧 我们一般来说比较少看到老旦的戏 《拆穿记》里面的《相约讨拆》 就是一出老旦和贴旦的戏 《拆穿记》的《拆穿》两个字 不是拆穿谎言的拆穿 而是薛宝拆的拆 王宝川的穿 这出《拆穿记》是明代戏曲家 王玉峰的代表作 共三十出 写落难书生 黄甫荣与富家女史碧桃 几经波折 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 书生黄甫荧 因为家里太穷了 岳父史职想要退婚 史职的女儿碧桃不肯 约黄甫荧花园相会 想要送她财物 谁知道被黄甫荧的朋友 韩时中知道 所以冒名赴约 骗得财物 史职逼女儿改嫁 碧桃不肯 结果投水自尽 史职又控告黄甫荧 因奸杀人 导致黄甫荧被判死刑 后来经过重审 终于判明真相 还她清白 之后黄甫荧考中状元 史碧桃也欲救 两人成婚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故事情节 什么逼改嫁啦 头江欲救啦 考中状元啦 和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金差记》 似乎有点雷同 看这样的戏 不是太无聊了吗 其实呢 明传奇大团圆的剧情安排 几乎可以说是通责 但是呢 对我们看戏的人来说 关心的不是结果 而是过程 是其中的细节 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人物性格 说话的方式不一样 反应也不一样 当然 演员的宰歌宰舞 和饱满的张力与节奏 更是我们看戏的重点 就像这出相约讨差 就是史碧桃的丫鬟云香 去黄甫寅家 约她花园相见的情节 黄甫寅不在 但是她的妈妈在 所以看的是云香 和黄甫寅母亲 两个人一老一小的互动 所产生的趣味 我们来听听 由老旦所演唱的一江峰 会是什么味儿呢 JNTT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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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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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生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梦沉写一天绿宇 刚刚为您所播放的版本 是由江苏省昆剧院 王维坚老师所演唱的 《拆穿记相约讨拆的一江峰》 我是洪慧荣 祝您有个好梦 晚安喽 拜拜 赏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